大家好,我是艾元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常理卡池 大家都是多少抽出的 常理歪了吗各位? 常理强度不被看好,你又是因为什么而抽的呢? 常理,今天正式上线 呃...只是我这个原石 只是我这个心生,好像有那么一点点 郎中宿舍,这期跟大家做一个调查问卷啊 你们是抽到了安礼、韦礼、贱礼、雪礼 还是卡卡礼呢? 分享出来,让大家开心一下 不,呸... 让大家... 我收不下去了 总之呢,还是希望大家能抽到自己想要的角色 能抽到自己喜欢的角色 用雪豹的一句话来说呢就是 祝你所行皆坦途,所求皆如愿 等...等一下 不会有人歪雪豹了吧 哈哈哈哈 为什么基本上所有的测评博主 都在告诉你不要抽长黎 可以看到,我这两天刷长黎的测评 基本上都是对长黎的强度表出口定的 我大致看了一下 最关键的一点 所有测评的人 都在将长黎 与季岩金西安可之类 助长C进行对比 把长黎当作一个大C来进行测评 那么这么测评是玩家的问题吗? 是的 大蓝 我们可是金座的太上皇 你这是大力不到 你要召唤吗? 这问题当然是策划的 其实呢,找在银铃身上 就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 像这种演奏技能、争议类的buff 比如说闪滑、莫特飞、跑起 也包括了银铃和现在的长黎 他们的演奏呢 都是辅助身上 对自己本身 并没有任何的一个价值能 说白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辅助 区别就是在于 纯辅助和有一定输出能力的辅助 而这点所谓的输出能力 在目前的环境中 并不能支撑其他的一个投入 但是呢 不可否认的是 演奏的争议 对于C位的提升是很大的 就像大家都在说的 老卡和银铃 是吧 银铃这buff 对老卡的伤害提升大吗 当然大 但是为什么老卡还是拯救不了 归根结底呢 就是对合轴的大铠 这也是对这类 炎奏buff的一个限制 策划在对这类角色 进行设计的时候 可能就是有意义的在避开 数值膨胀破快的可能 当然了 我这并不是在给策划找补 因为很多玩家都在担心 明朝的数值膨胀 导致未来的老角色退役之类的 怎么设想一下 假如说 飞银铃长铃的输出能力 可以和季炎金兮平起平坐 那么 再加上其炎奏所提供的高额增伤 势必会让季炎以金兮的地位直线下降 这也不是咱们玩家想要看到的结果 对吧 就拿隔壁元神 举个例子 在2.7版本的时候 夜兰空降 在当时 甚至之后的好几个版本 夜兰周是属于人权卡 其可刮后台的高额数值 加上大招的增伤 一度使元神陷入了数值膨胀的标签 我说到了丰丹呢 更离谱 那你设划最大的错误 就是给长黎打上的主力输出的标签 但是在玩家实际测评下来呢 并没有打到咱们皇帝的一个预期 对吧 这也怪不得咱 所以说 是不是该发点朋友费呢 当然啦 回过正题 长黎的强度 到底如何 其实在认清了长黎的定位之后 他的技能数值还算可以 但是呢 就目前已有的角色和环境 他的地位呢 可以说是可有可无的 从严奏Buff上来看 安可是只能吃到热龙的伤害加成 谢谢 大招的伤害加成是根本吃不到的 目前安可并不能发挥长黎的作用 这得看后续火系大招 伤害占别的角色的表现 也就是咱们俗称的售后 未来可期 再拿隔壁元神举个例子 神底凌华 大家都知道啊 在之后被评为策划的清约2 那这个称号是怎么得来的呢 凌华是在21年7月份的时候上线的 在当时呢 一度不被看法 但是呢 在后续9月份星海上线 以及22年的1月份 申鹤上线之后 神鹤万星这个队伍 直接强势挤入T0队伍 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售后 不过就是造价有点略高啊 我也就是举个例子 总之呢咱们XP党想抽就抽 唐舵党可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